你是要匯給誰 我表弟是他貨款要給人家 本來是我們都是開支票給人家 他說他二級的要 所以馬上叫我說 能不能先用現金給他 他是做什麼行業的 開旅行車的 他給你這個帳戶不是他的帳戶 他要給材料錢 這個人你認識嗎 這個人我不認識 那你為什麼不會給他就好了 他只要給他的客戶 你說他自己表弟是怎麼昨天才跟他聯絡 剛加的 他有沒有真實的電話 有啊 打電話過去確認啊 沒有沒有不要用這個 有沒有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行動電話的 你很久沒跟他聯絡了吧 沒有 我們如果有要出國的時候 都是叫他來幫我們載 要不然你給我看之前的紀錄啊 對啊對啊我們是怕你被騙耶 因為不會那麼剛好 你原本跟他聯絡 對啊 換一個賬號給你 這個賬號隨便射都可以耶 我們幫你看一下好不好 你用這次打給他 看看會不會接先打跟他確認一下 大哥不好意思 北投分局關注所怎麼稱呼 我姓林 林先生齁 我跟你說齁 這個伯伯齁 剛剛疑似被詐騙 因為他 對方假冒你一個賬號 叫這個伯伯要匯30萬給你 我們確認一下 你有換過帳號嗎 換過一個LINE的投貼 然後有LINE他說要30萬的錢嗎 沒有 沒有你有沒有聽到 我現在過去 沒有是不是 那我現在是不是會 我現在過去 好我們在關渡郵局 我們在關渡郵局等你齁 你看他沒有換 因為他會假裝他跟你很熟 但其實你不認識他 他也不是真正那個人 但是他會想說 我和你是很熟的朋友 然後我現在急需用錢 然後跟你借錢 但是你 你可能很久沒有聽到他的聲音了 聲音有點 忘記 他的聲音是長怎樣 那個帳號 等一下就給他看 那個帳號一定不是他的啦 你有沒有資料 我們抄一下資料 你這樣差點30萬被騙 很危險耶 30萬沒好談耶 怎麼了 因為我 我跟他約的是 明天早上 6點半要 要租外去日本 他說他會 他亂講 他媽講會 他要騙你的錢 他媽 你跟他交代的事情 他媽說好 我會弄 結果那個人是假的啊